汪小飞跟大S这两天是闹得非常热闹 其实在汪小飞和大S离婚之后 有一段时间被爆出来汪小飞是婚内出轨 叫张盈盈的一个女的 在那个时候汪小飞的人设可以说是崩塌的 但是这一次汪小飞似乎是翻盘了 他是凭借什么翻盘的呢 我在这里总结一下 其实大概就是两点 第一点他抓住了中国人钱这根敏感的神经 凭借他亮出的一个4000万台币左右的 这个一个详细的列表 抓住了很多人对钱这种敏感的神经 4000万台币大约是980万左右人民币 一个是钱另外一个是绿帽子 根据汪小飞给出的信息 还有整个舆论的导向 其实很有一种意味 那就是要把大S塑造成一个给汪小飞 戴绿帽子的人 而且戴绿帽子的这个人 聚军业呢 他竟然还住着汪小飞的豪宅 睡着汪小飞的前妻 汪小飞的孩子 管他叫爹 这个聚军业还开着汪小飞的豪车 不光是如此 汪小飞每个月还要负责包含聚军业在内的 所有人的开销 就这两点就已经抓住了所有人的神经 不过我在这里想要说的两点是 第一 4000多万台币980多万人民币的一个开销 花了这么多的钱 的确是让人很傻眼 但是你为什么要去交这笔钱呢 后来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有律师就表示说 在很多这些有钱人 离婚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会采取协议离婚 那涉及钱数比较多的时候 他的条款设置的就会比较多 从汪小飞给出的信息 还有大S的回应 我们可以看出 其实这笔钱是确确实实 汪小飞给了大S收了 但是为什么在这么长时间 汪小飞在一直供给这笔钱呢 其实很有可能就是说 汪小飞和大S在离婚 在谈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个条款 是汪小飞在以后多长时间之内 要供给女方还有她的孩子们 一定比例的生活费 这个生活费呢 可能最往上会有一个封顶线 但是以目前来看 至少是他一共花了4000万台币 980多万人民币的这个价格当中 还没有封顶 而且在这个条款当中 并没有规定说 如果大S结了婚 再婚之后 那么这笔费用 汪小飞还是不是要继续给 如果在当时离婚的时候 没有写入大S 如果再和别人再婚 那以后汪小飞就可以不去承担 或者是只承担孩子的一个抚养金的话 恐怕这笔钱 汪小飞还是要继续交下去 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的给大家捋一下 整个事件的一个脉络 11月21号的时候 有台湾媒体报道出 大S要起诉汪小飞 说汪小飞没有履行离婚协议 已经欠了差不多有114万元 人民币的一个费用 要求台湾地方的法院强制执行 由于事实明确 法院已经裁准生效 汪小飞在台湾的资产 将有可能会被查封 就是这一点触怒到了汪小飞 那个敏感的神经 具体情况是 大S指控 今年3月他和巨金叶再婚之后 汪小飞随即就违反了离婚协议 不再支付他的生活费 还有相关费用 在大S起诉的信息报道出 40分钟之后 汪小飞随即回应说 我对孩子毫无保留 过去一年的汇款记录 我都有 只是现在我不想再给他们交电费了 另外他还透露出一个信息 那就是大S不允许汪小飞去看孩子 在11月21号13点46分 大S的妈妈回应汪小飞的发文 说张岚打电话 骂自己全家 而且是骂了半个小时 S妈妈也说出了一个重点信息 就是说这些钱其实都是他们两个当时离婚 谈的条件是签字在离婚协议书上的 11月21号17点15分 张岚开启了直播 在直播的时候他是一边卖着酸辣粉 一边骂大S家 说自己家是特别的冤 但是他们真的是冤 有多冤呢 因为当时汪小飞是切切实实被拍到了照片 还有视频是出轨了呀 而且还有传言说 当时这个叫张盈盈的还去打胎了 那么上次在台湾的一个娱乐记者 葛思奇爆料之后 汪小飞和张岚也的确是认怂了 可是这后呢 他们又把大S跟小S家的这个事情 拿出来说 而且是一边说一边卖酸辣粉 我就感觉他们的目的不单纯 不光光是要为了吐一吐心中的这股怨气 据说他们汪小飞和张岚 当晚的直播观看人数 全部都创造了记录 一场直播就卖了一万多份酸辣粉 在经过一系列的说关于钱的争议之后 终于在11月21号17点10分 汪小飞又发微博对小S说 小S老公也不是什么好货色 小S用自己的钱在上海买到豪宅 在这个豪宅里 他的老公徐亚军是发生了多批的现象 而且汪小飞还透露说 这种室内健身运动似乎不是一次两次 徐亚军长期在上海包养多名小三 在这之后 11月21日18点32分 大S终于发了一份声明 这份声明大家可以去详细看一下 看过这份声明 还有就是汪小飞的声明 你就可以体会到 就是人类语言的博大精深 还有就是什么叫文明物种 什么叫不文明的物种吧 就可以完全可以看出来 大S整个背后是 有他强大的一个公关团队 有着庞大的写手在为他写这份公关稿 并不像汪小飞是一时气冲头脑 然后就连发十几条微博 而且每一条微博的这个语言都非常的质朴 朴实 我估计可能也许就是大S这次回应 用了这种非常公关 非常官方的一种语言 让大众不能接受了 感觉它是个绿茶表 在大S发布完他的声明之后 这个张岚呢 又继续在网上开启了直播 不光是骂大S家甚至还骂起了大S家背后的这一众人 说大S家有黑道背景啊 在台湾特别牛啊 甚至是台湾的这些媒体都是拿钱办事的 是在给大S洗地的 即使是为大S洗地 他们当时拍到的这个照片是确确实实 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啊 在被张岚骂完之后 台湾的葛思奇是又被激起了斗志 他也公开说 先给他一段时间搜集证据 保证在今年年底之前 不管他自己是住院 还是张岚已经往生了 他肯定会把一个完整的事情给发布出来 意思可能是爆发出一些 之前王小飞求着他没有爆出来的照片 视频 在经过了十几个小时的口水战 轮番登上中国微博的热搜之后呢 终于大S的经纪人在11月21号23点27分发长文 回应指责汪小飞婚内出轨 第一 他的确指出了汪小飞是有婚内出轨的情况 那么他们离婚当时呢 是凭着这个好聚好散 肯定是经过法院裁定 那么汪小飞你要支付多少钱 都是要经过法院走流程的 另外这个经纪人还指出来了 就是张岚跟汪小飞蹭热脸 没有话题制造话题也要蹭一下热度 一个实实在在的情况就是 当天晚上他们两个的直播相继都爆表了 都超过了他们之前直播的人数 而且卖的货也超过了他们之前的卖货量 据大S经纪人说 直播结束 他们是卖了一万多碗酸辣粉 并且在最后说呢 说酸辣粉无罪 这辛酸的酸辣粉铁定吃起来是特别够胃 汪小飞还有他的母亲张岚 一直在说大S在影射大S是婚内出轨 跟聚俊月早就有联系等等 但是从他们现在已经是暴跳如蕾丝破脸皮的这种情况下 还没有给出一些确凿的证据 时间地点人物 哪怕你没有实实在在的照片跟视频 你编故事也要编出一个时间地点人物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另外呢 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我所看到的这个980万人民币一年的这个赡养费 抚养费都包含哪些 根据汪小飞给出的这个东西 是包含他们一些日常的吃喝拉撒 全部都包含的 另外的话 还有一部分金额是给他们子女在瑞士租的房子 不知道是租的房子 就这一家的明星可能有钱人的生活 真的是小老百姓不能想象的 这个汪小飞之前被 虽然是被汪思聪 还有被其他人一些人就是被喝斥 被怒骂 说就你口袋里那俩刚蹦你也算有钱人吗 但是不管怎么样 汪思聪当时也的确被评围过京城四少吧 可是呢 这个京城四少最近几年好像是沦落了 尤其是翘江南也给卖了 对不对 现在开始直播 卖起了酸辣粉了 大家感觉哎呀 这个日子过得很心酸 给大S的这个980万的赡养费 还可以看出来 这个京城四少的名头也的确是响当当啊 另外最新的信息好像是报道出来 汪小飞要坐飞机前往台湾了 我不知道中国大陆的这个管控有多严 他真的能够有飞机能够飞到台湾吗 或者是汪小飞家有私人飞机可以或者是租借私人飞机 我估计应该是不可以离境吧 另外的话这个就他说他要去抢孩子孩子的抚养权 说大S不让他见孩子等等去抢夺孩子这个事情 现在是文明社会 汪小飞我估计也只能是嘴上打到嘴炮 或者是大S他们最后见面聊一聊 然后互相安慰一下 避免汪小飞再爆出什么样更猛的不为人知的料 他想要把孩子说给抢夺回来 文明社会这是不可能的